法师早上好,阿弥陀佛 佛常提醒我们修行者 在解脱道上,要精进,常精进 要达到精进波罗蜜就是精进而不知道自己在精进一样 那是向上的解脱路 也是解脱的方向离开了分别相对的 慢慢的离开了那无名 用努力的功夫到好,才会有这种精进 所以说精进一念万年万年一念 就是这样的用功也没有参加其他的分别念 那一念就是移情的,就是精进的 也就是功夫千日 这样 微律 和上有一句子 如是日夜,如是时 如是,如是 静中常提到的佛上讲用 如是,如是 说你的功夫 没有分别,没有分别,没有执着 如是,就是 包括了日,夜,时间 将来,过去,将来,未来 过去,现在未来没有被卡住 那才是真实的功夫 它不是无知觉 也不是清静静静的 在实行上 在实行上,实修上的功夫 很彻底的用功 才可以解悟到 那个常修的经验 也从而才真正的明白佛所讲的精进 或者是上之时 常提我们关于两个 如是两个字的真正意义 那功夫就是相信自信 也相信自己的法门 虽然我们的机器很多很大 但是只要巩固好自己的用功 也没有一种要控制,要指挥 只是一切都用在用功上 功夫就是提话头 抓紧的话头 不要丢失 话头就是刺激有疑情的 比如五句之中的一生和之后来 使到何处去 也随着你心中的有幻想多少 有空间的多少 那就会 也就是说身从何处来 使从何处去 假如我们的功夫把头压闭得很紧张的 就要慢慢的问 可以 十秒一个字都可以 那就是经济 那就是功夫很很紧切的 有疑情也问 没疑情也继续的问 不要分别说我一定要求到 有疑情 那一念想知道的就不是真实的功夫了 我们有疑情就是知道 不是对错的 而是只是一种 要真实的知道 是所羞有所得的 我们就被卡住在我直上 也就是说离不开那个化尾 所以要继续的问 也继续的问 问也是不是说等待要有一种了解 也不是在寻找那个经验 在功夫上的 因为你从修行功夫上来造成经验 那也是有一种等待的 希望的 所以要精进 常精进 真的精进 那这样回过头就很清楚的 抓紧着自己的功夫 也就是说你吃 你就感觉得饱 病 喝药就慢慢的会好 病好 回过头来看 你一切都很清楚的 就是继续的修行 向前的执走 快步就快到 慢步就慢到 那使那些功夫的 用力的自己可以得到 要相信自信 要相信自信 通卸生死 就是说了很多 而你都没有起步 都是没有用 永远达不到你的目的 也就是以为那是 有一种叫做分别的心以为是什么的 所以没有了 就慢慢就向着开悟的地方 我现在只是想跟大家分享 现在是问答的时间 那么本师释迦牟尼佛 那么本师释迦牟尼佛 这位法师 这位同餐 请帮助我 我帮一位同餐问话 就是因为你有功夫 会感觉到 像你更加聪明伶俐 聪明伶俐 或者说是愚笨的 自带的 也是因为你的我责 你的人果 的因果 所以说 因为有功夫 而灵力 或者是愚痴 那有时候 那有时候 因为 有了功夫 就给你感到 好像有点 知大一样 少了那个我责 所以这一点 要抓住叫做 一点都不会 抓住什么 如果 如果 国者不要从 向上的聪明 国者移植 那你就向上 来走了 跑了 那聪明又好像 博学家 那有多少个人 那有多少个是 博学家的 那也是一种世间的 因果世间的职业而已 所以 所以说 因为有因果的 就是从最高等的 好像地位 好像王帝 一样 一直就跌下来 变成了狗 动物的 我常提到 有一个 天地 他知道 他的前身是什么 那这一身是什么 他知道他 这一身 享受尽了 知道下一身的出处 所以他很紧张 那就是很恐怖 因为你不做不了主 所以他就是 因为五衰向陷 所以他就 知道自己快要 寿命快要完了 比如说是 天上的那个 帽子的花掉落下来 而且身体会发生了 臭戏 那头发摆了 所有的 好的报应 全部慢慢地消失了 已经没有了 所以这 五衰向陷的时候 他才看到将来 会生到 做一个炉子 那他很紧张 他知道 一定要有事因 有事果 所以 他现在正在很享受的时间 这样 那是高等 天王的 是很 那个福很大 那将来 要生到树生的 那 他从天上而落下了地 树生道一样的 所以他很紧张 所以他召集了 所有的天人 问他有什么办法 问他们有什么办法解释 那有一位尊者 那为什么你不去找福来 警罚 那福 他去拜见福 福才指点 他要归于三宝 说归于 就不落 那个 福的地址 也不落 那个三途二道 那一天的归于 守那个三规于五界的 就是那五界常提到的 不透到 不想赢不说解话 不喝酒等等 不透不杀 所以他归于之后 时间到他即刻就 生到那个母胎之中动物的 那因为 是 他已经归于 所以他的抱已经快要进了 他突然间那个母怀孕的 也是因为那只动物怀孕 所以太过辛苦他 他就跳动那主人以为 他是不想做事 所以就打了他 结果 结果 那个胎儿就死了 就升到那个天上去了 那天地才知道归于三宝和五界的 受的心 自从你的心中真正的 有心归于 才可以逃脱那个三途二道 但是 逃不掉那个轮回生死的 所以 回到了天上 他就像福归于 学那个解脱道 才不想再受到六道的苦了 天上的人 是受那个果报福报最大最好的 但是也离不开那个 生死轮回六道的那个轮回 所以他要衣服来学那个解脱 那回来我们说这点 不是你 你聪明国是一支 要知道天上的天王 是有很多潜力 可以 可以考察看到很多比常人还厉害 但是结果都还在生死轮回之中 也是因为我职无名 所以现在我们的修行 就是要少掉那个我职 少掉那个相对的 能锁的 那就是最后的解脱 慢慢的 那就是 聪明媚瑜 就可以破掉那个无名生死的 来国常世也有说 大家知道所有的比喻都是方便法 所以来国常世有句说 越功夫就越感到 好像自己很愚痴的 那就是你走对路修 主事长的 但是你要知道 不是要以为自己 那个愚痴的那个外向 而表现这样 而心中还是打算了什么 很多很多的计划安排 那这样你就是模仿 而不是真的有心修行 那这样你就是模仿 而不是真的有心修行 像那个智慧的来走 也就是说 真实的功夫 你就看到你对其他把千人这样的 好像自己更加的疑痴 也就是 也就是不要跟着无名俱虚的跑 不是怕愚痴的 或者反过来说聪明也是一样 聪明就是没有分别的心 比如说 你没有真的用心来观察 但自然的好像看得很清楚的 比如说福跟带弟子 经过一个田间 田边看到一包那个黄金 那福指那个包黄金跟弟子说 这是毒蛇 你们要小心 那弟子们听福的话 继续地走 也不敢就是犯了福的规矩 那一些农民听说 那个是毒蛇 所以他们跑来看 看到是一包黄金 为什么他就是说毒蛇呢 所以就一般人这样 就把包那个黄金回家来分出来 那当时他们就计划之间 三个人都杀死了 都会毒死 所以当福回路上看到 就是见到清楚 知道这些经验已经为了黄金探柴 而互相的杀死了 所以福看到的那就是一种毒害的 是很有智慧的 但是农民就以为那是黄金 所以是遗知的 所以随着那个环境 而有分别 有比喻的 所以要贯彻到现在将来 而不是很遗知的什么都不知道 所以说遗残 所以说遗残就是要守住那个疑情 来帮助你回归到那个自信去 相信自信体移化头起疑情 是一个遗残者的功夫呢 所以这里不讲智慧疑知 但是 可能 法顺一位居士有问 他讲你有该符我听不到 是一个老 那么本师释迦摩尼佛法师 南无本师释迦摩尼佛法师 在我在学习那个六祖的法宝经上 就是六祖被同参者妒忌 而他还会继续地放下 继续地帮助学习 那这样六祖是不是破了那个我执 那希望你替我开示 祖师已经坚信 就会完全破我执 也就是说等节的借位 就等于服务一样 是主 所以他的智慧就比服差不多一样 所以五祖六祖收到了伊伯尔成为第六祖 当他离开那个黄梅 五祖有提醒他说要等待 就是说也是一种说的方法提示 因缘具足才出来红阀 不要出来红阀太早 所以六祖六祖十五年最终在那个森林里 也就是说他只是吃那个肉边菜来生活 那些猎人抓到的动物 他就想办法 帮助他们逃脱等等 所以都好像是 是违反了猎人的那种生活 所以他们知道就打骂他 但是他是持悲心 所以接受被打被骂 或者继续的 俱使的修行 那也是一种奇迹 那个千年的因果律 所以全都是这个方法 现在讨在 当你结束到了 那个修行的坡了 所以在 拉人群中 有一个晚上 上福之道有人要来 偷盗而且要杀死他 所以 六祖就把 黄金放在门前 那他来偷盗 偷黄金的时候 祖说我欠你 钱 但是没有欠你命债 你还是拿钱走吧 所以那个 偷盗的人很紧张的 拿钱就走掉了 也就是说 顺也要度人 话也要度人 一个坚信的 祖师在想办法 来解决自己的奇迹 现在我们 还没有达到 觉悟觉醒的 好像在梦中一样 那你现在 已经知道了 要看到 听到的 所有的 都是还在 睡觉梦中一样 梦中 也是有身 有世界 有那个环境 所以你就 执着的 但是你 一觉 一觉醒 那知道 那是梦想 现在我们 从来都没有 心情过 只要你 亲情了 你就有经验 你就有一种 叫做 张开眼睛的梦 一样 你还在梦中 所以就要回到 修那个功夫 提化头脊 于情 所以对自己 要真实的 直接的 惊罚 那就是 真实的 惊罚 从而可以解开 自己 然后就 继续的 禅修 你要 要巩固自己的 信心 从非常 简单 平常的 和会慢慢的 了解 明白到法 所以请 继续 参常 提化头 起疑情 随时 随地 也就是 在梦中 还可以 提起的话 那 所谓的 精进 就是 是在梦中 也可以有 但不是 亚必 要在梦中 有 那也是 错的 那 日间 你可以 公布 那 月间 晚上 睡觉 就自然的 都会有 公布 收到吗 收到吗 时间到 师父 会儿见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会儿 我 你 会儿